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联发科日前公布的财报显示,在部分客户回补库存带动下,第三季度营收计增12.2%至1198亿元新台币,毛利率47.4%,税后净利润达185.69亿元。 环比增长15.9%,同比下滑40.3%,EPS为新台币11.64元。 此前,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表示,第三季度受惠于智慧型手机、网络晶片和电源管理晶片需求改善,可抵消智慧电视与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的下滑。 预计第三季度,营收可达1,021亿至1,089亿元,激增4%至11%,毛利率约为45.5%至48.5%。 联发科此前9月合并营收360.78亿元新台币,年减36.2%,虽然月减14.6%,不过,第三季合并营收重返千亿元大关,激增12.1%,是四季来最佳,超越猜测高标。 第三季合并营收年减22.5%,前三季合并营收3038.84亿元,年减31%,毛利率47.6%,年减2%,营益率15.5%,年减9.2%,税后纯益514.78亿元,年减48.58%,净利率16.94%,年减5.78%, 每股税后纯益32.35亿元。联发科先前以美元,对新台币汇率1.30分七维计算基础,原估计第三季合并营收,落在1,021亿至1,089亿元之间,较第二季,增加4%至11%,同比减少23%至28%,毛利率约45.5%至48.5%。 因此,就最新公布的最终三季度业绩数位来分析,营收超越原先预期的财测区间,毛利率也落在财测预期的区间之中,外界解读,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区别走势,为上级营收及获利表现加分。 累计2023年前三季合并营收达新台币3038.84亿元,同比下滑31%,平均毛利率达48.4%,同比减少约1.3个百分点。 税后净利润达新台币514.07亿元,同比减少48.4%,EPS达到新台币32.35元,较2022年同期EPS新台币62.94元低。 联发科表示,2023年第三季营收达2023年同期减少,主要因终端需求下降所导致。 而毛利率达第二季及2022年同期降低,主要反映产品价格和成本上的变动。 另外,第三季存货净额为新台币533.91亿元。 本季存货周转天数为90天,以本季平均存货净额及当季销货成本年化为计算基础,低于前季的115天,即去年同期至1111天。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进一步指出,联发科第三季营收,越高于营运目标范围的上缘,主要因市场需求改善及较有利的汇率,第三季的毛利率符合营运目标。 另外,在过去几个月,观察到整体渠道库存的改善,尤其是在手机。 借着严谨的库存管理,联发科技的库存已连续5G降低,到第三季末,他们的库存周转天数已达到90天的健康水平,预期整体库存环境在未来几季将继续改善。 就今年营运来看,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之前提到,相信终端需求不会再更差,有可能缓和回温。 尽管客户仍谨慎管理库存,但预期下半年,业务将逐步改善。 展望未来,蔡立行认为,随着运算能力的提升,边缘AI的普及以及汽车半导体内容的增加,皆将为联发科提供强劲的成长机会。 对于AI,联发科相信,对云端AI需求的增加将会带动对边缘AI的互补性需求,并且越多边缘AI也将有助于云端AI。 至于中长期的发展,联发科认为,数位转型趋势之一是日益普及的生成式AI。 现今大部分的生成式,AI仅在云端执行运算,但相信未来,生成式AI推论工作的负载将分散到终端设备,例如智慧型手机与物联网设备,以达到提升隐私性,降低延迟及操作成本效益。 终端设备将可在设备端流畅的执行生成式AI,也可连上云端大型生成式AI模型,启动较复杂的AI功能。 因此,终端设备制造商将需要采用计算能力更强的低功耗AI处理器,以及更快、更可靠的联网功能,以提高运算能力并降低网络延迟。 联发科强调,由于该公司在各类终端设备晶片应用,位居领导地位,每年有近20亿台内建起晶片的终端产品在全球上市,加上领先的产品组合,在先进制成投资,以及布局下一代联网技术,都使其在这成长趋势中占有绝佳位置,可称为终端AI的关键推动者与受贿者。 蔡立行强调,联发科是现今极少数有能力将边缘AI整合到单晶片,以广泛支持各类主要设备的边缘AI公司之一。 在汽车方面,联发科与英伟达共同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,在智慧座舱、无线连接及自动驾驶等领域服务全球客户。 联发科还将持续投资在先进计算、下一代无线级有线连接、高速数据传输,以及边缘AI等关键技术来持续提升能力,以更加掌握持续成长的市场机会。 联发科还是除第四季季度展望,受惠于新一代旗舰晶片天机9300量产出货,将渴望推动第四季度合并营收剂增9%至15%至1200亿至1266亿元新台币。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表示,最新一代旗舰晶片天机9300既一步提升CPU和GPU效能,并配备强大AI处理单元APU,可运行生成是AI大型语言模型。 首款搭载手机将在今年底前上市,受惠天机9300出货带动,第四季度手机营收将继续成长,增幅在优于第三季度。 据悉,联发科此前于11月上旬举行天机旗舰晶片新品发表会,全新的旗舰SoC天机9300也终于正式上市。 此前安兔兔官方表示,疑似天机9300的跑分成绩出现在数据库,确认没有小核心。 这台测试机内置16G记忆体加512G存储,运行Android14系统,在安兔兔V10版本下跑分首次突破200万,也是安卓旗舰新高。 蔡立行还透露,联发科近期将宣布,首款采用台积电300米制程生产的天机旗舰晶片,及传闻已久的天机9400已完成设计定案,并将于2024年下半年出货。 这对联发科技产品组合,持续拓展至汽车、运算和企业级ASIC等高阶市场的策略,是一个重要的进展。 相信,凭借不断提升的能力和坚强的研发执行力,联发科技得以为全球客户创造策略价值,并为未来的成长铺路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